哇好贵喔 大家好我是Persay三将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日本跟台湾的薪水行情 究竟哪一边是比较好居住的呢 薪水行情就是大家很在意的事情 而且呢 这个谈钱三感情 就是跟日本人是不能够谈金钱的事情的 所以相信大家对日本的这种金钱上面会多好奇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日本的阿仁 阿仁~~ 嗨~~ 大家好我是阿仁 那我首先呢要跟阿仁讲 台湾跟日本的平均年收是多少 你知道吗? 平均年收 应该不晓得多对 对我不知道耶 对那那我先问一下好了 就是平均年收出下来你觉得一个月 就你猜一下日本平均你觉得有多少 月收的话大概有 我想应该有七八万台币左右 喔你觉得七八万了解 你觉得台湾的话呢 你的猜证 台湾的平均 好像大概三四万左右 喔你觉得三四万 然后了解了解 这边公布一下喔 首先讲一下日本的 这个2017年度最新的喔 对2018年度的还没出来 最新的数据呢 是一个月的月收台币有 98814台币 喔他大概接近10万台币了 嗯很多 可是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吃 可是可是你听一下那个 那个台湾的喔 台湾是有 61606块台币耶 612000台币 平均月薪 平均月薪 没有欸可是我周围的朋友 很少人有人有 年到都有加钱 对那这个可能是因为全部嘛 当然这个数据不能够代表全台湾 但是大家比较灰心 嗯 台湾呢 虽然就是一直被说什么鬼岛鬼岛的 哈哈哈 但是台湾的水准呢 已经是世界前半半了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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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数据呢 可能就是符合大家认为的现实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就来讲一下就是一般的情况 大概是怎么样 就我所知的台湾的话 如果你是做一些专业性质的工作 比较难以被取代的话 大概可能大学毕业期薪 可能可以有4万 那你在做个两三年 可能可以到 5、6万 那你在做到一些主管阶级的 或许你可能有7、8万 那如果说你是做医师方面的话 虽然也是要看你是来电的医师 但可能也是有一个月 月收十几万的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是属于比较专业性的部分 但如果你是做一些 比较通财性的工作的话 你可能起薪目前现在就 大概3万这样子 对 那你可能在做一阵子 可能到4万 对 那你可能在做到主管什么的 可能无优完 对 但是台湾目前就是 如果是比较通财性的工作的话 可能是比较难突破6万 更多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 阿伦觉得整个目前日本的状况的话呢 其实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日本 虽然说物价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它这种 感觉其实也蛮接近的 因为像我那时候日本 就是刚毕业的时候 我的应届毕业生的薪水 那时候起跳是20万日币 这样算起来乍听之下 好像大概有6万台币 好像很多 可是因为日本的物价也是 大概2倍或3倍 所以说其实这样算起来呢 其实也是非常地少 像台湾的话可能 很多人40几岁了 就是我身旁人的经验啊 对不对 可能40几岁了 但是他的薪水可能就是一直停留在 4万 所以就是一直没有上去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加薪方面的话 日本的话加薪会有一个快吗 一般就我自己的认知呢 也是就是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大概他每年其实都会调薪 会慢慢的调一点 调一点往上加 可是我觉得最快的方式 加薪最快的方式 还是换公司是最快的 因为我刚好前阵子有跟我同样 当初同样从一间学校毕业的一些 日本的工学去聚餐 然后我们也是谈一谈 那时候我们就有点白目 就开始在问对方的薪水 后来发觉 因为他们在 他们是从毕业之后 就一直待在同学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5、6年了吧 然后听到他们的薪水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吓到说 哎呦怎么还是 就是算说有比我刚才讲的 一开始讲的有再高一点 可是并没有说高很多 然后因为我中间有换过公司 然后这样相较之下 就是换个公司可能会比较好 哦 了解 可是换公司的话 就是也是要看你的那个 台币很好 或是你的成绩很好 像有方法换公司 然后再给你更高的薪水 对对 就当然因为你换公司的时候 你就要用你有什么东西 要去跟下一天公司谈 然后让对方人们 给我心甘情 也会付这些薪水的薪水 对 了解 对啊 所以可能也并不是说想换 就是可以跳动 所以说 因为有些人可能 因为他们觉得说不太敢换 可是因为不太敢换 所以他薪水起伏 就不会说太大 就可能阿倫身旁的 像三、四十岁好了 的这个平均的收入的话 你知道的大概是多少 就我那时候问到的朋友 他们的薪资方面 他们那时候好像是说 因为台湾可能就是大概四万多 对不对 对 他们现在那时候问到 他们那时候年收大概是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是三百万日币左右 然后他们后来好像变到三百五 三百六左右 这样算起来的话 算台币大概变成七 一个月是七八万左右 嗯 虽然刚刚公布台湾邻居的数据啦 但是可能比较不贴近 一般人的标准嘛 可是那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的话 那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是有做那个翻译的小说 比较低一这样子 那时候我的月收 对就是偷偷公布一下 就是大概翻译一本小说的价格 不要那么厚 然后不要那么特殊的一叠的话 大概就是四万块这样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去翻译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半功半足 我觉得两个月一本就已经 有点... 很吃力了 有点累了 其他就额外的一些 零碎的翻译文章等等的 就我这样子大概一个月是三万块那时候 那三万块多了 很多大学新鲜人也是三万块起薪嘛 那或许他可能还是住家 但是大家觉得三万块这样子 生活好不好过呢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就是我代表台湾好了 然后阿倫代表日本 然后我们来的 就是日本人代表台湾 台湾人代表日本 啊对因为我是那个住在台湾的嘛 然后只住在日本的 对台湾人 对就是来比较一下说 那我就以我刚刚说的 看到三万出头好了 我算三万二好了 这样子来比较 然后我们来扣掉一些 就是生活的必需 开销 那我就以日文 像那种大学新鲜人 二十万日币的房子去算 啊好啊好啊对 那我这边台湾的 开出的条件就是 薪水就算是三万二好了 一个房租 可能我们就是住 不要太差也不要太好的 就算一万好了 所以便宜就算一千块 伙食费呢 一天算三百块好了 然后如果你都是外食的话 就算算这个三十天 就一个月九千块 电话费就算七百块好了 然后交通费算一天五十块 那三十天就算一千五这样子 对我们就是 这五项来算算看 日本房租 那你的薪水算算多少 薪水算日币二十万 日币二十万 然后房租的话大概 一般来讲如果是东京的话 一般不会说太傻也不会说太好的东西 大概日币六万块 嗯对对 对 六万 然后可能因为日本还要扣一些什么 税啊 或者那些所得税 住民税很多税 一般来讲大概 一个月会扣掉三万到四万块 接下来交通费 日本比较好的地方是 通常你在日本工作呢 公司或是打工 他们都会 付你的交通费 就从你家到公司或打工的那间店的 最近的车站的那一段的交通费付在你 对 然后吃东西的话 我之前是抓大约四万至五万日币 可是这个是 不是你能够三餐都外食的价钱 就你可能一天 至少要有一餐是要在家里面自己煮这样 对 因为日本的话真的要就是 即时宜要自己煮饭 你都要省 因为台湾的话可能外面是太便宜 有时候你自己买来煮饭 好像比外面买来要来贵 对台湾真的太方便 太多一斤又好吃 然后就是什么都 吃的东西都算很便宜 嗯 然后在日本这 你只要在外面随便吃 你只要吃个松露好了 也是超贵的 水电费 水费是两个月收一吃 然后瓦斯还有电费 然后这样加起来 一个月大概是一万 出头日币的 对对对 然后然后手机 手机费用的话 因为现在如果你是一个 重度的网路使用者 就是你喜欢用手机上网的话 大概包含打电话呢 其实大概也是日币一万块左右 对 要跟台湾的大家讲一下 台湾大家有网路手机吃到宝 是很幸福的一家事情 所以日本没有 而且你说大陆也没有 这个吃到宝的 这个是不是只有台湾有啊 是吗 我知道了 这个台湾好幸福啊 对啊 对啊 好 我看你刚刚 偷偷用计算机算了一下 好 公布打人 台湾的话呢 以我的条件是剩下 9800台币 一个月剩下9800块台币 然后我这边用日币的方面去算的话呢 好一点的话 它大概会剩下5万块的日币 哇 5万块日币 就等于是大概1万3左右的台币 那其实没有差多少哦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是谁的胜利啊 因为好像一样的 在日本剩1万3台币 在台湾剩9800台币 好像怎么想都是9800台币 在台湾会比较好花 对好像比较好花一点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真的 其实你剩下1万多块台币的话 在日本 因为在东京你要 你要过好生活其实很难 对啊 对因为你有时候 如果不准什么生个病啊 你也要帮他留一点看 对日本看医生超贵 台湾健保超棒 对对台湾健保超棒的 很难怪日本的那个 医药品那么发达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去看病 太贵了 对日本真的看病 随便一看就好 而且是有加入保险的情况之下 你每次去看医生 大概也都要花个 1000出头日币日币左右 对差不多两三百块 三三四台就能夹起来 嗯 然后我有一次 曾经有挂过一次急诊 诶 急诊都是超贵的嘛 对而且急诊 因为我急诊 因为他们还有那种 出诊的费用啊 什么这样夹一夹 我那时候 那一次急诊 就花了日币1万块钱 啊好贵哦 对吧 连2000多块台币 哦 真的耶 对还要再讲一下 就是我现在不是有戴牙套吗 牙套在日本是超贵的 因为我在台湾 台北就是 是做14万 这个算是一般的价格 在日本做牙套的话呢 一定会过日币百万 所以是台币的大概就是 三十几万七票耶 对对对对 真的差很多耶 对而且 我有认识的台湾的朋友 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有在矫正的 他都 他都宁愿 就是比较久一点时间 然后再来回来台湾去矫正 然后他们也不要 对也不要在日本做 因为真的怕超过 真的真的 因为我认识的很多日本人 也都是在台湾做矫正牙齿 所以台湾的生活就是很幸福 所以可能这也是因为是这样 所以日本比较多 有人牙齿会爆爆的 因为他们要花费的费用那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对对对对啊 那我们今天算是台湾的胜利 对对对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阿倫 跟我来自谈 谢谢谢谢 来谈谈哪一个地方的人 过得比较辛苦 对对对 那不管是在台湾的三千 还是日本大家都辛苦了 辛苦了真的 辛苦了辛苦了对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喜欢的名言 是那个 德国诗人 他说了一句话说 自分自身を信じて見るだけでいい きっと行ける道が見えてくる 意思是说 就是 只要 相信自己自我就好了 相信一定 你将会看到自己 未来的路 美丽一下大家 我真的好励志喔 这个超励志 我一直讲大家 就是 那那个 大家不要说台湾是鬼岛 对对对 就是 台湾日本有各 各有各的好 对各啊 其实台湾有台湾的好 日本也有日本的好 那我也要顺便 我也想要给 现在如果你是正好在日本 不管是念书 还是在工作人 我也想要给你们一句名言 对 就是 諦めたら そこで試合するよ 对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刻 如果你现在就放弃的话 那比赛 你最在那个时刻 就结束了 就是 关南告诉我安西教练的名言 对 就 在这边 真的 在外地生活很辛苦 所以大家就是 好好努力加油 对 就是千万不要 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不要放弃大家加油 加油加油 好 谢谢阿伦 好 那我们其他的内部影片在这边 也别忘了订阅阿伦的频道喔 对 来来来来看 我在这边我也有跟盛娘拍影片喔 对对 好 那我们平常还有 Instagram Facebook分享 都是我们分享不同的资讯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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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